高瑜坚称无罪 启动上诉程序 衡阳涉黑案编红律师 法院门口遭委呕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萍 中国著名媒体人高瑜 上周五被中判7年 本周二 他在看守所见到了辩护律师莫绍平和尚宝君 莫绍平表示 高瑜坚称自己无罪 认为判决在证据 定罪以及量刑方面都亵渎了公正司法的原则 他已正式通过看守所提交了上诉书 律师将提交二审辩护词 而在民间 有公民发起了与高瑜同罪的联署活动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记者杨帆的详细报道 上周五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被北京法院 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7年 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美国 欧盟 国际特赦组织等多个团体相继发表声明 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 而在中国 有公民也发起了愿意高瑜同罪的联署行动 行动声明写道 1989年那腥风血雨的月份 你以高大的形象像是人宣示了什么是良心 为此你昂首挺胸的走进了牢房 1993年10月2日 是魔鬼们赤妹亡俩开心的日子 你义无反顾又迈进那黑暗的牢房 承受六年那非人的生活 2014年4月 厄运两次光临 两天前被一审判处七年的刑期 这是政治的审判 是意识形态的审判 这中国怎么了 是非不分 豺狼当道 好人受难 是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 历史呼唤着我们 舍我其谁 高瑜的罪行是我们的追求 高瑜的灾难我们愿意陪伴 高瑜的意愿就是我们的决心 于是我们愿意高瑜同罪 联署人之一武汉维权人士王芳 周日下午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目前已有30余人参与 相信其后几天 人数会进一步增加 我们都认为他是无罪的 把握于众判一言相当于一个不讲就是一言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滑稽 很可笑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你严认自由的得不大 其他什么都是虚假的 你说什么人权啊 自由啊 民主啊 那都是敬中花 水中月 不能讲这个 不能讲那个 不是开历史的道车吗 王芳又说 当局对于高瑜的众判 令他感到不能保持沉默 否则受害的将是子孙后代 我们的上一代人就是因为胆小 怕是他们选择了默默的承受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清楚了自己的真相 如果我们还不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争取自己的权利 那么受害的就会是我们的后人 我们的子 我们的孙 这一次高瑜伤判的是几点 给我感觉就是说当局 它是冲锁是越来越严厉了 没有任何往好一点那种方向发展的迹象 我有一个朋友也就是因为在网上 转发了四张表格 就是两会期间的解放人员名单 特地代表团驻地的名单 结果他现在就是被刑事拘留了 而且就是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 而在各界对高瑜声援不断之际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 周六刊登了题为 高瑜卸国家机密判七年与言论自由无关的社评 文章说 中国的保密法不是一个用来描着玩的字帖 有人因为触犯它而遭了牢狱之灾 其中被判重刑的不罚高官 高瑜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特殊 他为境外新闻机构供稿 必须以合法途径做事 如果他对法律没有起码的敬畏感 视非法行事为儿戏 那么法律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他 对此 认为高瑜无罪的北京访民王凤仙周日向本台表示 我们特别想知道什么是国家机密 他说是机密就是机密 我们就问问到底都是包括什么这个机密 他为什么判断这么长时间 中央文件是不是机密 他不给大家解释 中国的法律就是这样 他们制定的 他们说了算 并不是法说了算 2013年8月 境外网站刊登了一份中央文件 内容为抵制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等七部讲 控方指高瑜将该文件电邮给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负责人和平 明镜集团则否认该文件来自高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台湾方面 朝野两党都有人关注高瑜案 周一率先完成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党内初选登记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接受本台专访 呼吁中国政府在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方面 能与国际接轨 中国资深记者 71岁的高瑜 被北京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重判七年 引发美国 欧盟等国际社会谴责声援 周一率先完成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登记的 立法院副院长绰号小辣椒的洪秀柱 周二面对本台专访他对高瑜的看法时 则无所顾忌 侃侃而谈 好 副院长先请您谈一下 这个高瑜被判七年呢 包括欧洲 美国都很关切 您现在是国民党的这个 已经都领表的参选人 总统参选人 是不是对这个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是呼吁 其实对于这个言论的自由 对于这个人权的价值 这一个是普世价值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同样的标准跟看法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内部的状况 跟我们一般讲的世界的这个 其他的缴先进农民的国家 可能因为内部各种的因素 比较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认同的那个标准 所以我们很期盼 这个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之余 比如说像这个 中国大陆在亚投行 跟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大的战略的思考方向 其实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注意 认同跟参与 所以它不是没有吸引人的地方 它正在处于这个崛起的状态当中 它很多事情 很多的作为还是可以吸引世界各国的关注 既然如此 我们也期盼它在人权保障这方面 在言论自由这方面 也能够大开大合的 更向前一步 那我们刚才讲说符合普世价值 跟普世价值 被部分外界视为准执政党的台湾民主进步党 则主动发表高度关注高瑜案 北京应正面回应人民要求实现民主之主张声明 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周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民进党高度关切跟两岸与中国有关的民主 人权以及自由相关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认为民主自由跟人权其实是全世界不分国界的一个主流价值 那我们也相信这是两岸维持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所以我们也呼吁说北京当局 然后对于自由人权跟民主 可以以一个合法符合世界潮流跟普世价值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异议人士 那我们也相信这些言论的自由 然后跟民主与人权 也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动力 那我们相信说民主的自由跟人权 已经是台湾人民的主流的一个价值跟力量 那我们也呼吁说北京应该重视相关的人权的维护 那也是让这些异议人士成为中国内部的改革力量 那是代表说也会呼吁他们释放高瑜还是怎么讲 这个案子还是进行中 我们会明显关注 中国六四民运人士王丹 周二接受本台电访时则表示 高瑜遭重判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他对外传的是党的文件 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这再次显示中国共产党是把党跟国绑在一起 党国不分由高瑜案更加凸显出来 王丹指出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其实是在倒水中 而且西方国家这个问题比台湾更敏感 这个非常不应该的 就是台湾作为就是跟中国这么近的关系的处理 应该更加关心中国权力的发展 一个就是在政治和人权上更加加收缩 态度更为强硬的国家 那么大概来跟台湾的交往中 那个政策走向 这两点其实是有实际的关联 就是中国的政策走向 跟两岸关系是有实际关联 那台湾的媒体我觉得 对高阅力的事件的关注度不够 那说明台湾很多人 其实对这个问题是短期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圣关法师及黄敬怡居士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 星期二在武汉开庭审理 案件于下午4点半左右审结 法院将择期全判 圣关法师在庭上坚称自己无罪 当天前往法庭准备旁听的弟子 一度被警察带走 到庭审结束后才获得释放 另有不少公民也受到当局的警告 不准他们去法院声援 湖南衡阳州市家族涉黑案的 代表律师李金斌 张磊 王甫 及其助手等四人 星期二在衡阳中级法院大门口 遭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围殴 多出受伤 报警后 警察姗姗来迟 而此前一天 律师曾两次致函湖南省有关部门 要求追究警方 对当事人施以酷刑的责任 律师遇袭事件迅速以发震动 仅百名中国律师联署声明 对事件表达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香港战中运动已结束近半年 但在中国大陆仍有数十人 因声援战中而被拘押 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 即使身陷淋雨 仍在坚持狱中维权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记者 新林的详细报道 南方街头运动人士谢文飞 王莫因为声援香港战中 已在本月初被广州市公安局 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移送广州市检察院起诉 起诉书中称 谢文飞 王莫故意以造谣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侵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和社会主义制度 该案代理律师陈科云 周二上午会见了王莫 他在不出看守所后 告诉本台 该案起诉意见书 查明的举牌 拉横幅等事实 尚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不构成犯罪 王莫也坚持自己无罪 认为当局报复陷害 而同样因支持战中而被捕的深圳网络维权人士汪龙一案 在经历了两次被退捕侦查后 于周一接检察院通知不予起诉 据海外维权网本月统计 仍有十多名北京公民 六名广东公民 因声援战中仍在押 当中包括江刘勇 李东梅 刘慧珍 韩颖 徐崇扬 王藏 张淼 朱燕光 追魂 李玉凤 宋泽 谢文飞 王莫 苏昌兰 天理 王永宏 郭玉闪 何正军 叶小征 张英 冉崇碧 江嘉文 张胜宇等 此外 被羁押在广州天河区看守所的维权人士郭飞雄 早前冒着巨大风险曝光监狱对在押人员进行信息耍 引发外界极大关注 他当时嘱咐律师称 如下次见不到他 则一定是被关地牢遭受非常严重的打击报复 本周一 该案代理律师张磊会见了郭飞雄 透露他暂未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他引述郭飞雄称 虽然失去自由身 但即使身在狱中也会坚持维权 张磊周二告诉本台 我昨天会见他的时候 目前他还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不利影响 我问他为什么要很困难的一个境界当中 还要去捍卫别人的这种权利 他说捍卫一个人的人权 就是在捍卫所有人的人权 作为一个职业从事这种维权运动的人士 在看到有人的人权被侵犯的时候 他认为他有义务对此做出法律性的应对 也要不管自己是否身处险境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 他于前年被抓捕 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起诉 去年11月案件开庭审理 近18个小时后休庭 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但至今没有宣判 该案代理律师已就对郭飞雄超期积压 向审理此案的法院院长提出控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的采访报道 天津当局近日抓捕了十多名维权人士 罪名均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其中杨建英 许舒霞 李英贵 杜燕平 因抗议天津日报有关访民的实时报道而被抓捕 目前被拘押在南开区区看守所内 也有人因为每周前往人大请愿而被抓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妻子辛娜 被当局诬陷获刑三周年之际 病中的哈达星期二决定于4月24号绝世一天 以示强烈抗疫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详细报道 被内蒙当局软禁中的蒙古族裔人士哈达 星期二发表声援妻子辛娜的绝食声明 这份写给中国公安部的声明称 4月24日是辛娜被诬陷判刑的三周年 决定绝食一天以示抗疫 辛娜被判刑完全是被诬陷的 参与构陷犯罪行为的人肯定不少 而且很多人士手握重拳 包括赵黎平 如今她已被逮捕 对她犯下的种种罪行 正在侦查我们被陷害 迫害的所有犯罪行为中 她不仅仅都参与了 而且敢肯定她始终是主犯之一 所以敦处公安部在侦查中 包括她的这些犯罪行为 还我们清白 控告状正在起草中 届时不仅要送达你们 还要送达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习近平 爵士者哈达 星期二对本台表示 4月24号爵士一天 就是表示强烈抗议 爵士的原因就是 辛娜是无罪的 他是被陷害的 就是像赵黎平 不重罚这些人 陷害他们 压迫蒙古人 蒙古民族 就是这个原因 我要求呢 中处公安部 给我们换清白 把这个事彻底检查 彻底可以平凡照学 辛娜姐儿子 威勒斯 因哈达案而受株连 双双一度 失去自由 辛娜更被以非法禁音罪 探刑三年 缓刑五年 辛娜说 我是2010年12月3日被抓 2012年4月20日宣判 24日放 非法经营罪 判三缓五 后来司法所说 从刑期从2012年开始算 他们说到2017年才执行完毕 我以为应该是从被抓那天算 就应该到了2015年应该过世 自由 对我的宣判本身 它就是一种 欲加之罪 何谎无辞 哈达曾在1989年成立 蒙古文化救助会任会长 90年以妻子辛娜一起开办 并经营蒙古学书店 92年把组织更名为 南蒙古民主联盟 并担任主席 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 后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等罪 判刑15年 刑满出役后 又被以剥夺政治权力为由 法外羁押4年 在哈达被羁押期间 辛娜和威勒斯 吕昭内蒙当局拘留 甚至判刑 辛娜说 我们一家的问题 实际上有连带的 最早是众判哈达15年 后来哈达刑满释放前一周 又抓我和我儿子 我的罪名说是 因为卖蒙语盗版光盘 说是非法经营罪 我儿子因为接受采访 诬陷他是非法持有毒癖 现在哈达虽然放了 但是我和我儿子的被诬陷的罪名 到现在没有洗清 我们也曾多次的向有关方面反应 置之不理 这也是内蒙古当局 在我们家问题上的 进一步的在违法 他在抵触中央 不是真正的依法之国 哈达虽去年12月9日获释后 仍然处于被监视居住状态 家中的电话被切断 手机信号遭屏蔽 而辛娜的手机遭到 呼死你软件骚扰 已持续9个月 辛娜说 而且对我们现在打压的越来越严 一家三口出门都要被监控 没有工作 朋友给捐款还动机 我不仅要问 在我们家的问题上 内蒙古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法 这种事情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难道内蒙古是法外之地吗 对我们一家的打压还要到何时 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关 哈达在狱中受到虐待 导致全身动脉硬化 肝病等身患近十种疾病 十天前 他通过自由亚洲电台 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 希望到国外治病 他当天表示 目前兵重已经通知当地公安 需要办理出国护照 而当前最糟糕的是经济拮据 更无前之病 他第一选择是能够前往美国 同时也向欧盟国家 紧急呼吁帮助其出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四川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作家洛米 上周五被当局秘密拘捕 被捕原因和关押地点尚不得而知 洛米被捕前在格尔登寺文思汴京学院学习 是一位宠上非暴力追求正义的作家 河北唐山丰润区阳关林镇都个庄村民 因当地的异东水泥场污染严重 且占地补偿不到位 上周五堵路抗议 遭大批警察镇压 河北唐山丰润区阳关林镇豆戈庄村民 因当地的异东水泥场污染严重 且占地补偿不到位 堵路抗议 遭到大批警察镇压 有当地网民在微博上发帖控诉道 警力多达3000 有一个70岁老太太当场被踢倒 老百姓打了120 可是警察叔叔们竟然不让120进来救人 其儿子知道后与警察叔叔辩解 没想到竟被抓了起来 村民朱先生周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一些被打伤的人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而被抓的十余人至今未获失 其中还包括新上任的村长 朱先生说 堵路是大家自发的 而现在带领他们维权的新村长 却被指煽动村民 这纯属栽赃陷害 他们欠这些老百姓的地款 欠了好几个月了吧 老百姓要他们也不给 随意想他们拍出来这个污水啊 一直流到花样喝 臭气大红的这个污水 他们也不给处理 还那污染太大 多种原因 反正这是老百姓堵的 倒堵了以后啊 来不少的这个公团警察 抓了有十好几个人 现在在医院还有好几个人打得都够呛 抓的这些人还没有放吗 还没有放 刚才听到小一位啊 他们都承认了说是村长 一个鼓动的 反弄的都把他们都放了 他在他不是 我们的村长是新选上来的 老一群人都说是他鼓动的 实际上都是败荡陷害 现在老百姓都签名的 准备继续保住村长 这个村长现在也被他们抓进去了吗 被抓进去了 朱先生说一些村民只是拿出手机拍照录像 就被警察连踹带打 还被抓上了警车 这已是豆葛庄村民第二次因抗议污染企业而与警察发生冲突 本月初村民们唯独水泥场时遭到警察暴力驱散 多人被抓 朱先生说此次抓的人比上一次还要多 而有关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令人愤怒 老百姓有理上哪出境 7.5万 为一个平民百姓 我今天还有一宿那事 村民们还会继续抗议这个污染的企业吗 那还会继续 这镇压老百姓心不服 连得带打这都不是解决方案 朱先生告诉记者 该水泥场建成十余年 已导致村里不少人患病乃至生癌 刚洗好的车在院子里停一晚上 第二天就被白色颗粒覆盖 严重的污染令村民们苦不堪言 本台记者周日致电风润区政府值班室了解情况 对方称要问宣传部 我想问一下 前两天在那个豆戈庄村 又有村民和警察发生冲突 有村民说他们被抓了二十几个人 然后还有好多人被打伤 这个您跟我们那个宣传部联系一下 他们具体的会直接跟你们解释的 记者转而致电风润区宣传部 不过对方指不能接受采访 让记者先与市委宣传部沟通 据悉 唐山冀东水泥公司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水泥上市企业 公司主导产品为钝石排龟酸岩水泥 曾于2005年被中国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持名商标 截至2013年底 冀东水泥公司已在中国12省市拥有62家控股子公司 两家分公司 四家合营公司 水泥年产能1.25亿吨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4月21号公布了全球十大新闻检查最严厉国家的名单 中国名列第八 关押记者44人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在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当中古巴的新闻审查最为严厉 中国人民银行星期天宣布将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以其刺激经济 这一周能否扭转目前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一起来听一听经济学家的观点 中国人民银行4月19号通过其官方网站宣布 在本周一开始再次下调各种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同时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持力度 针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还将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 并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 以此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能力 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警告中国经济进入衔接期 传统支撑行业正发生消退之际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回落至7% 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 中国目前的经济恶化程度很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还要严重 中国央行连续实施货币政策 显示主管部门正在强化刺激经济的力度 但却并非是一项实际有效的政策 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 释放一定的流动性 似乎对经济是有好处 但是实际上这个好处 主要是国有企业获得 民营企业是很难获得这个好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降准降息都起不到 从根本改变中国经济颓势的作用 美国加图研究所科作研究员 冤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责认为 中国官方虽承认经济大幅放缓为一种新常态 但这种下行趋势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民营经济长期遭受挤压 中国当局目前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举动 主要目的仍是在立足资金外流 计划思维的回归 逆市场化的行为 靠降低生产准备定律 这种方式 它只能是表示出一种政策倾向性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股市制造这种人为的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怕大量的资产向海外流失 所以我想这个很多的政策其实都围绕了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担忧和政府的一些导向来进行的 银行准备金是指在金融领域从事商业运作的金融机构向国家中央银行用于抵押的一笔资金 准备金率的降低 通常会刺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信贷活动有所增加 但同时也会导致由于信贷利率过低 对金融市场投资人的吸引力出现下降 中国经济随之面临的通缩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加 胡星斗教授指出 中国央行宣布继续对国有企业予以金融支持 很难真正促进整体经济的复苏 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民营经济 近年始终难以强劲发展的原因 就与决策部门频繁依赖货币调控 而非实质性的财政改革等问题有关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 目前中国的税收还是一种封闭型的税收 收税越多 各级政府官僚机构使用的就越多 而这种税收的使用又缺少 来自于民众的监督 所以降息降准 虽然对经济有点刺激作用 但是它有可能使得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化 胡星斗教授还强调 中国央行连续降低准备金率的另一个负面效应 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不良信贷危机 中国债务负担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银行的坏账率虽然公布的可能只有2% 3%左右 但实际上恐怕是远远不止这个 另一方面呢就是政府的债务 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公布的说是18万亿 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恐怕在30万亿左右 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占GDP130多 那这次在放松流动性 这个流动性又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 那恐怕这个债务问题确实会越来越严重 以上有关新闻的更为详细内容 欢迎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浏览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